这就是不像样子 丈夫正在家里激情碰撞 谁知妻子却提前回家逮个正着 他平静地对女孩说 我先收拾行李之后你们继续忙 女孩连忙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女孩穿裙子时 女人还帮她拉住了裙子的拉索 尽管丈夫一再请求她不要走 但女人却完全不予理会 她虽然一直靠着丈夫的钱 过着富裕的生活 可亲眼看到丈夫的不忠 他还是毫不犹豫的要和他分手 丈夫嘲笑他 他还加大难度说 有本事你就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走 原本以为这话能有 他们买了一辆汽车 他先教会了小儿子乔治刹车和油能在哪 他说不要看到车镜 只要往前开就好 他们的女儿来到波士顿 在酒店门口安妮和昔日的追求者 沃利撞了个满怀 当初安妮拒绝她的求婚时 她还曾自杀过 现在她离婚了 安妮用心打扮 她想要再次俘获这个钻石王老五 餐桌上沃利吞吞吐吐吐 她说我现在情况很糟糕 生意投资失败 我需要大量现金 原来钻石王老五连五十美金都没有 不仅如此 她还大喊大叫 餐厅的人都纷纷投来一样的目光 安妮只好找借口去洗手间 她说一切都会好的 她对着镜子给自己加油打气 但是等她返回餐桌后 却发现沃利早已不见了踪影 她还拿走了安妮包里所有的钱 听到 她绅士地帮安妮负账几围 两人因此极缘 亨利对安妮展开疯狂的追求 他们很快订婚 可亨利有战争后遗症 还总是看不起安妮带的两个儿子 她经常在言语上压制乔治 告诉他 这天他们一起去采购婚礼用品 在电梯上看到一群残疾孩子 出于同情 他们将亨利给的五百美金全都捐了出去 亨利大发雷霆 他指责安妮偷了他的五百美金 乔治连忙帮起母亲说 捐款 安妮带着儿子离开了亨利 第二次结婚的梦也破灭了 乔治建议也许回家是最好的选择 但安妮却不同意 他们手里已经没有多少现金 只有住进了廉价的旅馆 吃着难以下咽的快餐 可母亲依然乐观要求两个儿子 在吃饭时候要分享快乐的事情 她还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有个叫奥利福的老乡时要和他约会 以前穷困潦倒的奥利福 现在可是开着缝纫机场的大老板 安妮欣然赴约 希望在花完最后一美元钱 能调到金龟序 约会结束送安妮回家时 没想到奥利福第一次约会 就要安妮和他回家 安妮说儿子在等他 可奥利福嫌猪手不停 安妮立刻翻脸 还摔倒在地 她无助地爬了起来 整理好衣物准备上楼 谁知此刻乔治正在窗边看到了母亲难堪的一幕 第三次只有区区六百美元 他必须要加紧目色一个金龟序 他想起了之前的密友高富帅查理 他拥有漂亮的庄园 可当安妮带着儿子来参加查理的party时 才看到查理身边全是年轻漂亮的女孩 不过查理对安妮很是热情 喂 乔治去一盆冷水浇在母亲身上 他说他要回纽约找父亲一起生活 这样的穷日子 他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但母亲却说你父亲不会要你的 我们很快会渡过难关 乔治觉得母亲的约会一定又会失败 他看出查理对母亲并没有想法 也许离婚还带着两个孩子 在别人眼中似的大问题 说想让父亲带他回纽约 但父亲却说我的演唱会要五个月以后才结束 乔治说我们没有钱了 父亲说我每个月都给你母亲寄钱 然而他都原封不动的给我退了回来 不仅交代乔治应该好好和妈妈一起生活 这样安妮被关进了警局 安妮只好打电话给在当地演出的前夫求救 结果却被他的女友抢去了电话 安妮默默地挂断了 他无助地在监狱做了一夜 第二天同住旅店的巴德帮忙把他捞了出来 安妮希望对方替他守口如瓶 从前从溜打过工的安妮只有放低姿态 在餐馆做起了服务员 端茶倒水并不丢人 令他气愤的是客人对他动手动脚 耿直到安妮直接将滚烫的咖啡倒在他身上 过了这口乐器 这份工作不要也罢 在涂料店一位女士没有找到自己 三个星期 安妮就提升了20%的销售 老板比尔来奖励他 谁知却对他一见钟情 两人迅速坠入情网 安妮答应了比尔的求婚 不得不说安妮的贵族气质总是能吸引成功人士 姐姐都非常惊讶她的好运气 她说现实总是偏向好看的女人 而我们这些相貌平平的人却无人问津 这天大家一起在 幸好管家给安妮赔了一笔钱 然后他们若无其事地离开 一场嫁入豪门的美梦又破碎了 遭受打击的安妮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她准备带着儿子去好莱坞 因为在那里罗宾要实现当演员的理想 但乔治 从来不看后视镜的安妮 这一次却忍不住一直盯着后视镜 希望儿子能追上来 然而并没有 途中他们沿路坐起了顺风车 罗宾还让女朋友摘下了她的戒指 罗宾拿出了母亲 一个人扔在了荒郊野地 但当他们到达一个小镇休息时 昆迪趁机拿走了他们的钱和行李箱上了贝克的车 罗宾给乔治打电话求救 迪父劝说姨妈把安妮留下的钱拿出来让乔治带给他们 乔治这才知道母亲为了姨妈能照顾好她 将仅有的钱都给她留了下来 乔治带着钱搭乘大巴赶过来与母亲和哥哥团聚 一家人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好莱坞 他们租下一所破旧的房子 钱福德之后赶了过来 他觉得安妮一路颠沛流离 钱也花光了 是时候跟他回去了 但安妮却说我们虽然很穷 然而却过得很好 你不喜欢我吗 我不懂如果我爱你 不懂如果我爱你 不懂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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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我 一个噩耗 乔治的父亲在一场演出后突然心脏病去世 没想到上次见面成了他们的诀别 罗宾等来了试镜 可他却非常紧张 表演过分拘谨 乔治帮他分析台词并给他做起示范 导演意外地发现了乔治的表演天赋 让他试镜 乔治的演技征服了所有人 他签约成为正式的演员 母亲也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此是2009年美国电影《我的唯一剧众》 这部电影是根据好莱坞演员乔治·汉尼尔顿的故事改编 然而经过了漫长的旅行 她渐渐独立 她始终阳光地对待生活 有再多的困难她都微笑面对 明明她只要回去就能过上好日子 但她明白对于这样的男人 只要原谅对方一次 底线就会一次比一次更低 最终发现那其实全然没必要 我们靠自己也能生活得很好 如果你以为这是不讲一个女人 如何寻找如意郎君的俗套电影 那你一定大错特错 一个义无反顾的女人 她乐观 隐忍 坚强 无畏义无目标地 挤持在路上 只为寻找自己的唯一 可最后这个女人却精益地发现 她不需要什么唯一 能靠得住的恰巧是她自己 这也是一部看后会让所有女人热血沸腾的电影 提醒我们时刻都该相信自己 依靠自己热爱自己 专注大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 关注我 好片不迷路 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爱